一个达拉19年的生涯 想跟我们说些什么呢 太圆满了 他的生涯可能挑不出一点毛病 21岁少年初日联盟 同样的缩写让他被冠以小AI的称号 马上成为球队的主力 前六赛季只缺了六场比赛 球风太过劲爆 雕刻般的肌肉 舒展的手臂 快速的启动和腾飞 扣篮大赛的一难平 后来他成了费城唯一的AI 场军可以接近20分 他身上拥有一切成为超级明星的特质 夸张的身体素质 出色的防守能力 封线里出众的运控技术和大局观 但他自己 并没有那么强烈站在聚光灯下的欲望 他唯一的一次全明星之旅 是在费城的最后一季 一个场军12.4分的赛季 比起帮球队赢球 他对得分真的没有太大兴趣 那一年他去了绝金 身边有一众田径选手 带着全队狂奔是他最喜欢的节奏 西部第三 碰到勇士 球队甚至受益 要对库里下黑手 但一个达拉提醒了库里 也在场上感受到了库里的打球方式 本就崇尚团队的他 看到这样一个无私的球星 似乎也促成了他的加盟 他不在乎球队地位 他也可以给年轻人打替补 他可以出现在球队要求他的位置上 在库里身边 一个达拉找到了自己最爱的打球方式 高速奔跑的快速决策 电光火时的运球过人 经验众人的爆扣 外现绝对的铁闸 2015年那个冠军 他从板凳席站出来改变系列赛 甚至拿到了FMVP 此后他一直是勇士重要的一环 对抗勒布朗是季后赛的主旋律 在外漂泊两极就像短途旅行 最终还是回到了勇士 座库里的保镖 指导球队的年轻球员 甚至又拿到了一个冠军 七六人时期的自抛自扣 绝金时期的单手变相过人扣篮2加1 勇士时期的背后运球加变相过人 视觉享受制造者 北大的防守者 勇士王朝的关键一环 真正的大心道 比起咬牙切齿的努力 比格达拉只是一直在做自己 他明白自己能做什么 想做什么 现在 他经营着一家两亿美金的投资公司 也投了不少的项目 其中也包括大名鼎鼎的做母会议室 生活就是一场和自己的赛跑 终点线上没有花环 也不需要宣读领奖人 你只是跑下去就能得到属于你的奖励